吃多了一国美食和方便的素食 是不是会想念台湾古早味呢 上一代用他们的好手艺为家人朋友 红人佳肴 这样的好手艺并没有失传哦 今天生活百分百要来到台中 带大家家来品尝一家卤味 找回令人想念的好滋味 本土的传统美食还是最合台湾人的味 香气扑鼻的卤味一路口 脸上马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卤味的好滋味 让每一位来到这里的朋友 仿佛搭乘了时光机回到了过去 如此的美味来自于台中 和上一代一样用心的食品制作 没有失传的好手艺 让独早卤味继续飘香 小时候我的根子 我的祖母一起长大 我祖母她最善惨的就是卤味的制造 在耳听木栏中 我协会的做卤味 在我曾经在有比较叫休闲的时候 我制作了一些卤味 分给许多亲朋好友来分享 大家都非常的赞赏 而且鼓励 希望说能够将这好的东西 能够转换成商品 所以我最后决定 我就要来经营这个卤味的生意了 创办人晨曦阿嬷的好手艺 品尝过的人都因为这台湾古早味而赞不绝口 这样遵循补法的卤味 制作过程详细而繁复 但也因此才有让人回味无穷的口感与风味 我们的卤味跟别人不一样 就是我们制造过程的原型 我们采用CAS工厂的原料 所以说你吃了我们的卤味 你绝对会有内心会有安全感 我们的清洗每个角色 我们都经过人工的修剪 最重要我们的卤味 有跟别人又不一样的 是在制造的秘方 我们采用中药会独特的配方 加以甘蔗糖薰 这是最重要的一道手细 这是用纯手工的 所以我们的卤味的味道 会跟别人有不一样的地方 卤味的卤汁 必须经过秘方卤包卤制 才会带有浓浓的中药香 起锅后再经甘蔗糖薰 风味独特香气绝佳 而好吃的传统卤味 更秉持着做到最好的理念 让卤味不但美味 而且新鲜又卫生 卤味不只是要好吃 卫生更是重要的一碗 我们本次自己敢吃的东西 才能够卖给别人 所以说我们的卤味 绝对不加防卤剂 在制造 应送 换售的过程中 我们前程都是低温的 在整个前程的配送系统中 我们有自己的冷冻车 所以卖我们的卤味 你绝对可以安心使用 这里的卤味 坚持绝不添加防腐剂 因此从卤制 包装 储藏 全程采低温保鲜 要保证传统小吃不仅美味 也能卫生新鲜 在这 卤味不但美味 选择性丰富 让每个人都能满足 好吃的卤味 让人迫不及待食指大动了 老板 可会请你为我推荐一下 我们这边的卤味呢 浓厚 更凑着甘蔗香甜 而除了卤味 这里还推出了贴心伴手礼 把令人怀念的好滋味带回去 送礼自用两相宜 现在正逢佳节时刻 老板有没有什么伴手礼 可以让我带回去 我向你介绍我们最继代表性的产品 一种是核手无机 另外一种是人参机 是两种产品 口味都非常的棒 而且对人的身体健康 绝对有帮助 太好了 今年中秋佳节 我就有这样两样好礼 可以带回去给我家人品尝 小姐 你好 想问你一下 你最喜欢吃这边什么卤味 然后你觉得它的味道啊 口感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 鸭翅不错 然后蛮入味的 然后口感非常好吃 非常Q这样 我最喜欢吃他们这边的那个蛋 然后还有鸭翅 他们鸭翅很大 然后因为我妈妈长期 都是这边的客户 所以我觉得他每次买回来 我连我老公先生 都会一直要吃那个东西 然后所以今天 我只要有这个机会 所以就赶快全家大小都带过来了 让人怀念了传统台湾美食 这里除了提供方便的宅配服务 门市的积极成立 让更多朋友能够享受美味更方便 尝一口让人怀念的古早味 鸭翅不是佐茶而是佐时光 让这样的好滋味带你回到过去 鸭翅香气中唤起美好单纯的快乐记忆 鸭翅 鸭翅